我是老弟,昨天历经了千辛万苦,我们终于驯化了暗黑猴王斗战圣伙 经过慢慢的奔袭,骑着暗黑猴王,我们来到了神龙封印的瀑布水潭 现在暗黑猴王已经感知到了神龙封印的力量,正在慢慢的移向他 突然,一瞬间,他被吸进了瀑布的洞穴 此时,神龙封印对他发起了强烈的攻击 而猴王靠近了千年的造型,和他奋战了七七四十九分钟 现在,神龙封印已经被暗黑猴王镇压住了 于是,老弟准备趁此时机,潜入瀑布下面,捡起神龙封印 从而解除貂蝉的最后封印 神龙封印不仅拥有强大的封印法力,也是上举神技之一 只要把它捡回家,我们就可以通过三位真火的碎炼 从而提炼出更多的强大神技 解除了强大的神龙封印之后,我们就可以驾驭绝世美人貂蝉 从而和吕布一起返回老家 貂蝉乃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与西施王兆军杨玉桓四大美女享有 沉淤落雁之容,碧月,修花之貌的美誉 解除封印的貂蝉,一路迎歌艳舞 与吕布同时返回了老家 从此,两位绝世英雄终于忠诚眷属走到了一起 历经了三天的营救,老弟和大家终于看到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绝代美人和上古英雄的完美结合,为了报答老弟的救命之恩 此时的小女子貂蝉也愿意为大家献舞一曲展示方舟最美的容颜 你们感觉貂蝉的貌美容颜在方舟界能排第几名呢? 一切纯洁的爱情故事都值得为大家赞扬和祝福 绝代美人貂蝉和吕布结合之后 方舟洪荒界的神秘力量再次被释放 五星的神力已经充斥整个方舟界 此时金、木、水、火、土、五星神石已经遍布方舟的各个角落 接下来老弟的探险任务也将更加艰巨 为了报答老弟的救命之恩 绝代美人貂蝉赠予我一座青莲座台 它可以建造更多的洪荒武器 从而有助于老弟探索更神秘的方舟界 唤醒更多强大的BOSS神兽 正当老弟兴着阿阳的返回家中 想把连台放回宫殿的时候 我的宫殿再次遭遇了野生恐龙的袭击 白马和黄金大角兽 已经漫漫通通的集结在了我的急切之外 但是我的黄金小螳螂根本不是它的对手 于是我急着地挑了进来 太后家里面有封印解剑 能够阻挡它们的强力进攻 结界充斥着强大的力量 能够把它们屏蔽在安全区之外 但是毕竟结界的力量有限 我还需要时刻地观察周围的昆虫的侵袭 利用个人的力量 能将它们打掉的 尽量把它们全部的铲除掉 正当我奋力地解决有毒昆虫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只可爱的黄色的小可达鸭 此时它们的安全也受到了黄金大角兽的威胁 为了防止它们被踩饼 于是老弟决定把它们抢救出来 能救一个是一个 经过老弟耐心及时的想救 我驯服了三只可爱的呆萌的小狼 我分别给他们起了三个名次 大嘴 小嘴和铁袋 它们都非常的听话 只是铁袋反应比较慢而已 伙伴们 你们感觉老弟在接下来的方舟探训中 还会遇到什么奇葩的红光神兽呢 明天老弟也将好好的训练它们三个 然后装饰一波供电 对了 你们还知道哪些可爱的公共宝贝呢 欢迎告诉老弟 明天我一定帮你们去找一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